因此我们也有一个想法 如果未来这个Omicron病毒的毒性 比过去Alpha、Beta、Delta 以及原始病毒株的毒性还要弱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丝曙光 看到新冠肺炎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简师体验空格说健康时间 最近最新的话题 就来自于新冠病毒的最新变种Omicron 这个Omicron之所以最近会串红的最大原因就是 在南非有迅速的这个增长的病例 而且所有的新冠病毒的患者 90%都是Omicron所造成的 据说它这个传染力是Delta病毒的500多倍 不过这个还是有待考察 到底是几倍呢 后续还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做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Omicron它具有Delta病毒 以及南非变种病毒的特性 Delta病毒它在极蛋白的变异点就已经有8个变异点了 所以它对于人类的ACE2的这个细胞受体 是非常容易感染细胞的 因此我们在2021年今年几乎都是Delta的天象 而南非变种病毒它拥有免疫逃逸的这个特异性 这个免疫逃脱的特异性 也就使得呢就算你打过疫苗呢 你还是极有可能会感染Omicron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啊 在2022年呢很有可能都是Omicron的天象 再来啊 Omicron的症状呢非常的特殊 跟我们之前印象中的新冠病毒会造成肺炎 会造成很多的严重呼吸道的症状好像不太一样 在南非啊很多的病例呢 几乎都是重度的疲劳 头晕以及肌肉酸痛 这听起来啊就像是一般的重感冒的感觉而已 并不像啊过去我们听到的这个新冠肺炎 感染之后呢非常的恐怖 也很少人需要使用到呼吸器 所以几乎很多的病人呢在医院休养 是不使用呼吸器的 而且呢只要透过适当的照顾 适当的休养就可以正常的恢复 正常的清除体内的病毒 因此啊我们也有一个想法 如果未来啊这个Omicron病毒的毒性啊 比过去Alpha Beta Delta 以及原始病毒株的毒性还要弱的情况之下 我们啊也可以看到一丝曙光 看到呢新冠肺炎即将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 为什么呢 其实啊很多病毒的这个演化啊 慢慢的慢慢的呢 它都是会走向毒性越来越弱 然后呢传播性越来越强 很少像新冠病毒这样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啊 它的毒性好像还是很高 但是呢以长期的演化论来讲 它必须适应感染人类这个群体 病毒应该会慢慢的演化出啊 自己的毒性会越来越弱 例如呢一些感冒的轻微的打喷嚏啊 流鼻水啊 红痛的一些小症状 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有疲劳啊 头晕啊肌肉酸痛的这些症状 而呢可以大大的传播它自己本身 也就是说它的存活率是可以提高的 如果说它每一次的传播越来越强 强到只要传染了一个素质 这个素质很快就死亡 那相信啊这个病毒很快它也会自动消失 因为啊素质都被它杀死了 它无从感染给下一个人 如同SARS病毒 MERS病毒 同样是冠状病毒的家族啊 SARS跟MERS就流行不起来 而且呢几乎在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而我们的新冠病毒呢 它却走向了一种 跟流感同样的道路 慢慢的它会变成一种流感化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一些感冒状况 很有可能新冠病毒呢 也会成为这个日常的感冒的其中一种病毒 而日常感冒呢有很多种病毒啊 好像是这个流感病毒 我们知道一般感冒病毒 一些鼻病毒 甚至一些腺病毒 都会引起一些日常的一些感冒 而只是呢 再多增加了一个新冠病毒这个成员 那未来 相信啊 新冠病毒毒性越来越减低之后 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回到过去的状态 不必每天都只是戴着口罩 但戴着口罩啊 我相信啊 还是现在呢 防疫的最佳的选择 因为啊 我们还不知道Omicron 到后面会不会再有其他的变化 而这个Omicron是怎么来的哦 也有人啊 推测应该又是来自于 南非的这个艾滋病患身上 我们知道艾滋病的这个病人呢 免疫力是比较低弱的 当然的这个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艾滋病的患者之后 在他的体内存活比较长的时间 一般的人呢 清除病毒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最多最多 我看大概一个月内 就会清除完毕 艾滋病感染者的这个病毒的清除率啊 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毕竟来自于他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嘛 所以他在这个艾滋病病人的身上呢 可以呢有很大的一个变异性 因为他待的越久 他的基因可能会有一些重组啊 突变啊 变成了另外一种病毒 所以说其实全世界来讲啊 病毒都是一直在变化的 只是这个病毒也没有变成一个可以 影响整个病毒的这个主流的感染 这个我们是需要去观察的 但是呢这个Omicron啊 既然他已经出来了 我想我们就用正面的心态去面对他 大家一定要记得请洗手 以及要做好这个口罩的佩戴 再来各国的边境的管理呢 如果能够更加的落实 我相信啊 在这个Omicron的这个疫情呢 还是可以很快的得到控制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战胜新冠病毒吧 谢谢大家